仔细听观众席 在如此关键分的时候 这么大的声音 马来西亚的钟书运肯定也听到了 黄东平的老搭档王玉律直接来了剧 听你的 听你的 还得听观众的 观众都很懂球啊 很明显 这个球钟书运完全没有准备 被偷的差点摔跤 有没有可能那个女的听不懂中文 这个 我找了他和教练组的沟通 他们沟通的应该是马来语吧 但我们仔细听许邦荣的最后一句 这个球 所有的观众和央视的主持人 也都看得出来 偷发钟书运的后场效果最好 看看能不能偷对方一个后场 第一局同样的关键分 央视的主持人一直在强调偷对方女生的后场球 其实我们可以在发球上偷对方这个女球员的后场 因为中书运的身高不高 他身高只有一米555 所以我觉得在发球上可以大胆的 去偷对方的后场球 但是冯彦哲的这个斜线的不到位 直接被对方反手扑死 紧接着同样的球路 自己的抽球下网 丢掉了第二个关键分 这把东哥给遗憾了 第二局刚开始 黄东平已经听到了观众的呐喊声 直接偷了个对方没反应的后场 你其实早应该偷发这个女球员的后场 第一局我们好像一个都没发 对方钟书运个头不高 他只有一米555 东哥偷上瘾了 继续表演了他的发后场技术 那么问题来了 在第二局如此的关键分 钟书运在被偷了几个 而且全场观众大喊发后场的情况下 他为什么还是没有准备呢